二 为主世间之所幸福 古人常说 人无信则不立 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上 对信用非常重视 无常常是很常 决定不能够失掉的 所以称为常道 也就是做人基本的道理 仁义离至性 那么在佛法里面 对这个信也非常非常重视 净土宗里面 三个条件 信愿行 这信愿行三个条件 不仅仅是净土宗 无论修学哪个宗派 无论哪一个法门 都不能够缺少 尤其是性 大经大论 佛在其中说明 是性为道远功德母 这个话的意思 性是入道的根源 能生功德 所以称功德母 母是能生的意思 那么现在在外国 常去外国的人 应该多发现 外国现在都是用信用卡了 你要没有信用的话 你在那个社会 就很难生存 社会的发展 将来可能都不用现金了 完全用信用卡了 所以对于如何维护 自己的信用 外国人非常重视 他们重视信是为了利益 佛家讲这个信是为了道 如果常常忘语 那是你这个话不可靠 我们与人接触 别人是不是用妄语 对待我们 关系不大 我们受一次拼 受两次拼 就会学到教训 不会再上第三次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打网语 我们有没有欺骗别人 可是在现前的社会 忘语成了一种习惯 为什么呢 只有用妄语才能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宜 这不能不打妄语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权宜究竟有多少 非常有限 你的损失可太大太大了 你纵然打妄语 可以得到整个地球 你还免不掉生死轮回 你因为妄语 决定不能超越三界 决定不能往生净土 你这个要是一比较 你的损失都不大 所以不了解四十真相 往往随顺自己烦恼稀奇 现在人不懂得说话 也不能怪他 没有人教他 无量寿经 佛讲得太好了 让我们真正一个明白人 要体谅现前社会的一切众生 他们是佛经里面讲的 可怜民者 为什么呢 心人无知 不赦道德无有余者 属怪也 明理的人 虽然不责备他 不怪他 但是他不能不受国报 他自己造的这个夜阴 一定有国报 阴缘国报是谁都不能代替 这个是大小陈经论里面 讲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言语不能不谨慎 纵然是你善心善意 你一定要明了 听话的人 能不能体会到你的善心善意 许许多多地方 你善心善意 人家听了之后 产生误会 顺利是悟心善意 所以开经济里头一句话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谈何容易 我们修学 所以不能陈修 说实在话 是悟解如来真实意 曲解如来真实意 这个现象太多太多了 佛的意思 我们误会了 我们曲解了 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往来 别人的意思 我们往往也把它错解了 等到自己知道错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 不能不学习 那么佛指导我们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就是诚实 诚实就是不忘语 说话要有分寸 一定要顾到现实周边的状况 让人听了的时候 不至于产生误会 所以诚实的言语 这是为世间人所信 我一世间人所尊重 是为世间人所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